看完棒球再来看是大专篮球联赛 UBA上届冠军台湾艺术大学 这回征战南部的一大杯篮球邀请赛 因为主力球员改穿了亚大篮中华队战袍 反而是给了郑中的大一菜鸟出场机会 三分球入网 台一大菜鸟球博章 在一大杯越打越进步 出手越来越有自信 因为刚好很多学长都是振着去亚大 刚好都是前锋的位置 所以刚好相对机会 我的机会会变得比较多 所以只能利用这几个杯赛 这段时间去跟其他学长一起搏练去配合 赛庸司马言之非福 主力球员不在阵中 台一大教练期盼手中无大将 人人当料化各个冲锋陷阵 这几场打下来我觉得收获很多 我觉得球员也收获很多 至少在怎么处理球场上的一些 失误的修正也好 或场上一些打法 甚至于细节到投篮出手的时机 跟所采用的手段或手法 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让我可以教育他们 身为UBA卫冕军 台一大开季之前 维持一贯准备步调 台一大其实在 整年度的赛程规划里面 就是一个大专杯为主要的比赛 那第二个附属的比赛我们通常就安排在中国大陆的比赛 那去打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们会面对到的是身材更高大的球员 他们包含北京来清华来都两米一十几的都有 那他们不同打法跟他们命中率很高的情况之下 我们球员可以练习到我们在台北练不到的东西 上季夺冠阵容只有三位球员毕业 对台一大来讲 未免不只是口号 球队要按部就班 再次登上王位 成为UBA跟SBL切割之后 四年来第一支完成连霸的队伍 UDN TV 许家荣 杨韻星 高雄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